好 谢谢主席啊 我们请一下先请一下我们的经济部的次长 好不好 还有这个我们的主机长 两位一起 我们请实主机长以及我们经济部林次长 你好 你好,兩位總管好 我們看到最近的油價問題漲半天 油價前幾天漲了七角,創1月11號以來的最高 我先請教石主機長 每漲一塊錢的油價對CPI的影響如何 這個數字總有吧 還是市長要幫忙,還是市長你回回答 這個我倒沒有,抱歉我倒沒有這個數據 主機長沒有嗎? 有了 0.3%,百分之0.3% 百分之0.3%啦 我們現在看三月份的CPI是比二月份怎麼樣,還降低嗎是不是 主機長要不要講一下我們CPI最近這幾個月是不是平穩 跟委員報告,三月份CPI是成長百分之1.27% 比二月份成長1.27% 比去年同月 比去年同月成長1.27% 所以應該都在可控制範圍內 主機長你會不會擔心油價看起來蠢蠢欲動的樣子 那麼我們總有這樣子不斷在漲,油價在漲,在漲 會不會對CPI造成一定的衝擊 現在我們看到有些的原物料開始在漲 我們的食品也在漲 奶粉在漲 其實小老百姓會有感覺的 主機長你要不要Echo一下 管理一下 當然會有衝擊 不過我要強調就是我們CPI的發布 事實上這是一個加權平均的指數項目是蠻多的 因為每個月我們發布的時候 那個變動比較上漲下跌比較大的 我們也都會同步來公佈 所以對整體的影響還要看那個每個月 沒有我就請問你 我就單問你說油價如果繼續再漲 會不會對CPI產生一定會 一定會 是 那個選校的臨時長 當然這是兩難 你那個公司已經算出來了 按照這公司來講浮動油價 其實這道公司應該對社會有一定的說服力 可是 當老百姓感覺到他不斷的在 一直感覺到 把過去跌 跌一毛兩毛跌幾分 一次噗就漲回來了 感覺還是 心裡還是衝擊蠻大的 會不會啊 市長 是的我想 儘量求其對民眾的衝擊小 但是如果是油價它一下子突然漲太快的話 根據我們這個公司啊 目前它所反映的這個數字是稍微大了一點 就上個禮拜來講那個跳升 會不會太快了 要不要請總有的總經理 你要不要回應一下 為什麼突然跳這麼多啊 這個剛才市長也講了 突然跳太快了 這個是不是算錯了 怎麼樣 這個報告委員啊 這個沒有啊 因為這個根據7D3B啊 決算到禮拜六是84.5啦 那上次的調漲的這個 基準是79.2啦 所以我們完全是跟 再加上匯率因素考慮進去 所以我們好像又吸引嘛 突然怎麼樣還是可以停嘛對不對 這個機制啊 在7D3B在100塊錢的時候 會考慮還漲機制 到100塊 現在油價到現在油價幾塊錢 現在是84.5 7D3B84.5 你認為今年會到100嗎 你從專業判斷有可能 目前今年大概不太可能 今年不會到100塊 如果油價到100塊 這個漲價的一個浮動機制會暫緩 不是 環漲機制會啟動 環漲機制 什麼叫環漲機制 環漲機制就是 可能到時候 我們再報行政院 看看是不是說 調漲70% 或是50% 到時候再抱怨 再來核定 請問中友到現在為止 我們到去年 去年的結算的話 大概虧損多少 還是說盈餘多少 去年是盈餘289億 但是 289億 但是284億 是存貨平價衝回 所以實際上盈餘只有5億 所以實際上 你就是因為 以前買多了 所以漲回來就賺到了 就這樣子 因為那是油價衝回 因為油價上漲的緣故 油價上漲 所以存貨平價 價格提升了緣故 我們看到監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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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通過 在上個禮拜 剛通過 糾正案 糾正經濟部 所以你對於我們這些的 易收的空誤會 或者石油基金 這裡面有提到石油基金 這裡面短差大概多收了 多收少少了 石油基金是29.44億 那麼空誤會方面來講的話 差了24.92億有沒有 這部分 然後 然後 這個 監察院 對你們很客氣 喔 他一方面糾正 所以你這樣做不對 你們多收了 多收掃繳 他並不是代收代付的性質 可是呢 他還講了喔 中油再中油 在制定公司的時候 竟以較高費率納入公式 石油可益 就是實在不對啦 有可益之處 但是呢 他又給你一筆喔 一句不錯的話 未來如何因應啊 經濟部跟中油 應該對社會說明 你們要不要說明一下 市長 這一層的話 過去因為這個問題 經過社會普遍的關注 中油經濟部都已經數次對外去說明 這個 那個空污費 並不是一個代收代付的一個機制 而是因為他 過去 經過這種油價 油價 浮動油價機制 所以 所 核算出來那個公式啊 當初為了要讓 在整個核價的基礎 比較低 所以他把這種 空污費的部分拉高了 拉高就是說 他當初 在三級的這種空污費裡面 是比較高的一級 事後 就沿用這樣的一種公式 一直在 在核算 有關空污費的部分 但是到後來 因為中油他這個 加清脫流改善了之後 他實際繳付給 給這個環保署的這個 空污費的部分 沒有那麼多 當中有一個落差 但這並不表示說 中油有什麼污錢 倒是因為他這個 浮動的機制低了以後 消費者這個 根據浮動的這個油價 所要 要浮動的百分比 會 是那個 真正支付的這個 這個這個 絕對數字會小 但這個機制長期下來的話 這兩者幾乎是一致的 所以長期下來 對 對消費者 並沒有所謂的 污錢的情況 可是這個機制長已經糾正了 如果到底這樣講 他為什麼糾正 沒有錯 他糾正啊 所以你是多收少交欸 收得多 你把老百姓收得多 而且交得少 交給環保署少 而且有講到說 88年空污法修正以後 空污費的繳交易務人 並不是消費者啊 是什麼 油燃料的銷售者或者進口者啊 對不對 對這個部分我想 他怎麼會說沒有問題呢 他這個是糾正你啊 代表你有問題啊 我們檢討之後 未來這個做法 就是說 每年去做一個調整 就是根據去年度 實際繳交的部分 把它折算到明年度 要收的這種空污費 所以這個問題現在 目前應該已經是 把它矯正過來了 那你們兩個月內要提出 你的改善方案了 這是檢察院剛通過的 上個禮拜的 4月7號的事情 4月7號4月8號 距離現在不到一個禮拜 是你們方案 他要你們提方案 提什麼方案 我們是會對監察院提出 一個這樣的 方案的重點是什麼 提方案的重點是什麼 要不要講一下 朱總經理嘛 來 報告委員啊 這個 我要澄清一下 我們沒有掃繳啊 沒有掃繳 因為這個是救援徵收嘛 就是做產地徵收 或是進口徵收 所以依照這個環保署的規定 人家監察院說你掃繳啊 怎麼沒有掃繳呢 監察院糾正你啊 怎麼沒有呢 監察院錯了是吧 不不不 我們這個監察院報告 我們是虛心檢討 我們這兩個月之內提出改善報告 不是啊 請問你監察院錯了是不是 沒有沒有 蛤 那沒有的話就是你們錯啊 怎麼說 他說你們不對給你糾正 你說 你沒有錯啊 那糾正什麼呢 他糾正什麼請問 糾正我們就是說 我們那個 在那個 算法不對 不是不是 在浮動油價機制裡面 採用這種空污費跟這個 石油金這個明目是錯誤的 我們不可以採用這個明目 因為這是有特定的用途的明目 所以收錢沒有關係 明目採錯了 明目是讓這個造成社會大眾的誤解 請問你啦 請問你們齁 針對監察院的糾正案 你們的改善方案是什麼 要兩個月內提出改善方案 重點是什麼請問 我們要針對就是說 以後是不是快速反應 我們實際 向政府繳交的這種 空污費跟這個 石油基金啊 能夠快速反應在油價上面 好那請問你 他們講的說 人家提到要 一收的空污費石油基金 要不要突出來 我們報告委員 我們從那個 從這個二月份開始 已經每個月 五毛錢反應在油價裡面 我預估到 今年年底 市長你聽好齁 你說 五毛錢反應了 一塊錢反應了 噗 一下又漲回來七毛了 等於不凹啊 不是 報告委員 那個反應之後五毛錢 在原月二月份的油價 已經把它降下來了 但是後來 現在又漲回來啦 我們仍然是根據那個 浮動油價公司 我知道嘛 又漲回來了嘛 又漲回來了 那是完全反應 國際油價上漲的結果 沒有 我跟兩位長官說明啦 我的看法啦 你們去年都賺了兩百八十幾億喔 這部分喔 真的是 老百姓會覺得 壓力很大啦 壓力很大啦 台灣M型的社會這麼嚴重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們再去仔細的去 再去思考 去想一想 第一個 如果回應檢察院的 要不要請審計長來 來來來給我們 指教一下 好 我們請林審計長 審計長 檢察院的這個 審計部你們看法怎麼樣 空污會你們看法怎麼樣 是的 這個 檢察院他們 針對 中油公司 有關這個浮動油價裡頭的這個 空污會部分 在調查過程 本部是派員會同 對嘛你們有參加調查嘛 對 然後呢結果是什麼 那這個結果是今天他已經提出糾正 糾正什麼意思 糾正代表什麼意思 他是在這裡 糾正代表什麼意思 請問你 糾正就認為說 在整個執行過程 有 要改善的地方 有改善的地方 就是有不當的地方 什麼地方不當 最重要的 他這裡說是 中油公司用較高匯率來計算空污會 是嗎 立法精神不符的 用較高匯率計算空污就不對嘛 所以你們希望他們是 希望他們用較低的匯率吧 應該這樣子吧 是不是 這裡頭中有應該照監察 糾正案 要照監察案的糾正意思來做改善 來 朱總經理 你剛剛回應不是這樣子啊 剛剛委員報告就是 我們要快速反應 我們死角的空污費啊 馬上反應到油價 就這個意思 不是那以後是不是 不要用第三級的那個 那個 那部分的 不要用較高匯率的 以後不會有這個 不是以後用我們實際 繳交給環保組的匯率 來 來反應在油價上面 就是 目前應該是不會到第三級 就是說以後不會有任何的架渣產生了 不會造成過去的多收手交的情況 不會不會 重點在這裡 是不是 好 謝謝 謝謝